國民黨內現在似乎認為 選舉初選的遊戲規則 才會選舉 決定選舉的結果 當大家在基層大團結 在幫謝榮介造勢的時候 國民黨的黨中央正在為 總統的初選要用哪一種制度 而角力引發了初選的風暴 那包括到底是要全民調 還是要全黨員 現在黨主席吳敦玉提出 那應該要用全黨員投票的方式 來決定總統的候選人 因為1068名不是黨員的人 決定對於黨員來講 沒有考慮到他們的心情 1068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1068這個數字是 民調的抽樣數字 所有的民調大家會看到說 你寫說這個民調的樣本 有多少的時候上面都會寫 樣本數1000多少個 然後信心水準正負95% 告訴你說它是95% 對 不是只有1068個人決定的意思 顯然吳敦玉可能沒搞清楚 民調的科學論據 另外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 又批評說 全民調的這個方式在2016 已經讓國民黨大敗 而且還輸了300多萬票 2016年就是全民調 民調完之後還換柱 換柱完之後輸了300萬 這個講得非常的明確 不需要對號入座 就應該要直接入座了 應該就是在講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在這段期間 是主張應該要全民調的 所以吳敦義是針對全民調 針對朱立倫開砲 朱立倫聽到了 吳敦義的主張之後說 不管你是哪一種 黨內初選制度 要獲得民眾的肯定 才是好制度 他強調 國民黨不要只在內部玩 在內部玩 然後校外面的全民調的抽樣 1068只有1068個人 這個對於國民黨的選舉 是沒有幫助的 王金平則是在後援會上面說 自己被踢藍皮綠骨的標籤說 爆了個粗口 我是藍皮台骨 但是是汗魂台魄 這個還滿拗口的 汗魂台魄 好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當謝龍介的葬具會場上面 這個漢子 燕子 禿子 大家都在講拚經濟 大家都在講 要怎麼樣子救台灣的時候 國民黨內這些太陽們 關心的居然是這個遊戲規則 到底是1068個人決定 還是這個全民調 這到底對於國民黨的 社會形象來講 是有幫助的嗎 彥秀 當然是減分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每天在基層 黨員的焦慮是什麼 黨員焦慮是 無論民進黨做成這個樣子 如果國民黨這一次 還不能贏的話 那就永遠別站起來了 所以怎麼樣贏才是重點 今天討論選舉的制度 我應該說 如果沒有在去年那一仗 或兩年前之前 黨內好好開始來討論 三七還是全民調 或甚至是要全黨員投票 這都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離選舉 不到一年的時間 如果這個時間點 來改變太大的制度的話 都會讓外界認為說 是不是因人設施 這個也會利於 這個對往後 初選過後 六 七月的時間 如何去團結 民進黨已經等得拍拍手 國民黨完全就準備分裂 各選各的 或有人在扯後腿 我相信這都不是基層想看到 我也相信 這絕對也不是現在表面上 想參選這幾位大佬們先進們 所希望看到的一個結果 這幾位應該都要有 一定的高度跟智慧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還是回到 過去舊的機制 先三七 如果大家經過登記的人 大家同意的話 再來去做全民調 這或許是一個過去 延續過去 比較好的方法跟方式 至於說 今天還有媒體在提到說 是不是要參與總統的人 就直接來做黨主席這個部分 其實我必須要提 現任的黨主席是選出來 即便他要把這個位置讓出來 那也得經過黨代表在投票 或全民體黨員在投票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都還是非常複雜 時間點都會造成後續選舉的 很多不同變數 我覺得應該還是四平八穩的 按照過去原來的機制 就是來去做處理 當然講說全民調不準 其實全民調有很多不同的 你可以把全民調分區做非常多次 而不是只有1068份 台北 台中各做一次 然後大家好好再去做一個平均 怎麼樣來做 我相信民調的專家非常多 怎麼樣去重視到黨員的聲音 也不是只有這一次總統初選 才來重視黨員的聲音 平常黨員都在提說 你們國民黨 我們很多核心價值政策 兩岸的論述 馬英九 朱立倫 你們這個國民黨黨團的政策 應該怎麼去做調整 平常就應該來跟我們重視 而不是只有黨主席要選舉的時候 才來重視我這一票 這是基層黨員的聲音 如何贏 怎麼贏 這才是基層黨員要看到的重點 他們在炒1068繼續炒下去的話 你希望的結果是不是馬上就要出現 對 這個主持人太了解我了 我先給大家解釋 這是2018這個年代的選舉 當然因為市議員跟立委選區不太一樣 台南的立委是五個選區 但是市議員有13個選區 但是我剛剛跟大家介紹說 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 這兩個都是民進黨的 所以其實比例非常選出 我先講個故事 剛剛施鋼兄問說 謝榮介對手是誰 我們要公平一下 謝榮介的對手是新潮流 不是郭國文 郭國文是新潮流的大將 我們要講清楚 我們國內各政黨派系 違憾最清楚 哪個派系最團結 不管藍的 綠的 白的 最團結的叫做新潮流 戰力最強 郭國文的故事我講給你 我相信陳廷飛一定心有氣氣 郭國文本來是勞動部的政事 突然說我不幹了 他丟辭陳說我要去幫黃偉哲 他不是幫黃偉哲的大選 他是幫黃偉哲的初選 這點比較恐怖 所以為什麼在這次台南市長的 民進黨黨派出選 新潮流去挺黃偉哲 是不是中文有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有幾分證據 講幾句 幾分話 但是黃偉哲在2017年的10月 黃偉哲公開抱怨 他說我初選的對手花一億 花一億 2017年10月已經花一億了 民進黨的台南市長出選 是2018年的3月 15個就花一億 你看我不要比較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黃偉哲還能夠脫穎而出 你做等一下新潮流 這個外交 我的建議說 大家不要把謝龍介的勝敗 跟韓國瑜畫上等號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李彥秀委員他還是區域立委 我們全國的區域列有73區 每一區的整個地方 生態都不太一樣 你也說這區贏 譬如說假設謝龍介贏了 韓國瑜2020就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樣解讀一點 因為是73分之一 如果謝龍介輸了 你韓國瑜你看 韓國瑜的這個去加持 結果謝龍介輸了 所以我贏了 我沒有要這樣看 主持人 我是用比較大的角度 來回應剛剛主持人這個提示 因為我農曆春節節 我跟你講說 2020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我是看整個大陸 政黨輪替有沒有必要 我認為有必要 2020韓國瑜參選的必要性 我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這整個來講 就是說這個會比一個區域的 立委的輸贏 這一點我對龍介兄我比較抱歉 我看的是大局 我解釋給大家聽說 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誰最不希望韓國瑜 參選2020總統 因為這有點吊詭 最不希望他參選的是誰 就是國民黨 剛剛李委員講了 打麻將那幾個 民進黨還有柯P 他們都不希望韓國瑜出來選 對不對 但是觀眾朋友 我這不是繞口令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韓國瑜如果參選2020總統 佛龍王是誰 誰會造成韓國瑜去參選 就是剛好又是這三個 就你們這些國民黨的 太陽 大佬 打麻將 你們繼續吵 你們繼續吵韓國瑜才能出來 民進黨你繼續胡搞瞎搞 什麼卡汗 那些有的人罵韓國瑜 什麼陳明通什麼 你們繼續罵 他反而能夠出來 柯文哲 柯文哲也不能掉 當然柯文哲他也到台中 去跑他行的什麼 這個人氣看起來也不錯 你們這些人繼續吵 繼續亂 才能夠增加韓國瑜出來參選的 正當性跟必要性 其實韓國瑜在今天下午的 四點多的時候 他也開記者會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到底有沒有來卡韓 就是說要他這個預算重編 韓國瑜也去請這個研考會 找個資料 大家看一下 12月7號的時候 授聞者是高雄市政府 他這裡面就有講 本部對於大眾捷運系統的建設 及周邊土地開發的委員會 所開的這個部分 高雄都會去大眾捷運系統 岡山路竹延伸 就是第二階段的 周邊土地開發這邊 因為高雄市政府首長要更迭 所以考量推動的一致性 要求要在這個部分 如果要修正的話再提計畫 所以他不是一個 直接把你卡掉不給你錢 但是的確是有 教你重寫 發文教你重寫 所以就是說有人講說 韓國瑜是不是喝醉了 就亂講 因為李四川 對 因為有人講說 陳其邁是暗示他喝醉了 對 就說你喝酒都沒酒 然後又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說我們的行政院秘書長 李孟宴已經跟副市長李四川 都確認過 就沒有這回事 現在有給大家看的公文就是說 可能大家各自解讀不同 是講的 鋼山路竹延伸的第一階段 還是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這個 4億800萬的部分 所以發公文去問你 是不是要重新來再討論 這件事情是有的 只是說行政院方面可能解讀說 我這個公文不代表 我不給你了 但是這樣算不算重寫 我相信因為這個剛剛出來而已 韓國瑜的說法 後續行政院應該也會回應 我們再來看後續 這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我們講的是 韓國瑜在國民黨的 這個所謂四大天王 其實說實在只有三大 馬英九看起來基本上是 好像沒有要選那樣子 好像不交過 對 三大其實也就兩王 三個人麻將打不起來 三個人打不起來 而且三個人之外 我覺得吳敦義他可能參選 真正參選的機會 也一直在降低當中 所以 他幹嘛全黨員投票 這種奇怪的話都講出來了 其實吳敦義主席 接下來這幾天 他會針對於全黨員投票的事情 做一個說明 他的意思是說 黨員的部分 所對於黨主席的選舉的過程 的重要性 他身為黨主席 在我們現在 我跟觀眾朋友再報告一次 所以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但我跑國民黨 這是我們國民黨的議員 我跟大家講 你旁邊的國民黨黨員 聽不懂你講話 國民黨的這個總統的 提名辦法非常清楚 我想研究知道 所以到現在為止 大家在吵 我現在一次在聲容 跟大家講清楚 國民黨此刻 除非開全代會 這裡好幾個國民黨員 包含龍蓋的聽話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辦法 很清楚 黨章改之前 只有這個辦法 現在我要講這個辦法 就是三期的 對 就是三成黨員七成民調 觀眾朋友 我講話負責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全民調 現行規定就是三期 現在規定就這樣 但是這個規定 在上一次全代會 所通過的黨章之後的 提名辦法當中 公職員選舉辦法當中 有一個但數就是 就是三成黨員七成民調 但是如果來了 譬如說是我跟司剛 還有龍介哥 我們三個人最後是登記參選 我們三個可以協調 我們想改 改成五五或者是全 可以 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共識 現在的規定就是這樣 所以也沒有全部都有黨員 對 所以其實 這個版本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的狀況的情況之下 對 這OK了 有共識 改成全黨員就離譜了 所以今天我已經講了 登記黨內初選的所有人協調 都同意才能改 你覺得全黨員或全民調 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 就不行的話 最後還是走回三七 所以龔道伯 他現在所看的就是三七 反正你今天 你要全民調 我不同意 那就是三七 今天就算黨主席跳進來 吳俊英說他要全黨員 我反對 那還是三七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要全民調 我不會同意你 而且我會提出全黨員 你也不會同意我 所以我們就回到了 港商所規定就三七開 觀眾朋友就是三成黨員 七成民調 我覺得最後這樣的狀況 是最可能的 這種情況之下 後續第二階段 就是要進行所謂的民意的探索 至少你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幾個黨主席 對不起 這幾個總統參選人 他對於台灣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方向 然後黨中應該會舉辦 全國巡迴的政見發表會 或者是如果同意的話 進行辯論會 但是一直走到了 最後全代會要提名之前 如果說這個聲勢不行 而柯文哲也在六月的時候 真的宣布了 六月再來問我不代表六月 大家知道 這個時候徵召韓國瑜的空間 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徵召韓國瑜的前提就在於 韓國瑜如果一直被蔡英文 這樣子追打 就是每次不要行政院去否定你 路委會去警告你 農委會去恐嚇你等等 這樣很好 對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可是民進黨會不會這樣做 民進黨會持續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的做法 會使得國民黨的這四大天王 雖然現在看起來 沒有四個要選 他們被邊緣化 他們的重要性 應該是這樣講 問你把韓國瑜給推出來怎麼辦 好 問題來了 韓國瑜如果推出來 我給大家看兩張圖 就是我自己做兩張圖 就是推背圖 偽漢推背圖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上禮拜在兵哥那個位置 就是講生喉嚨 這個臘殘剪刀槍的時候 我就在想 為什麼臘殘一直在打韓 因為打韓真划算 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這我剛剛做的圖 我把它弄暗一點 就不會太亮 一次把麻將桌都翻桌了 對不對 你看 臘殘剪刀槍打韓真划算 為什麼 因為權力打韓低一點 他可以壓制柯文哲 柯文哲網路聲量 現在比韓國瑜低了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如果網路聲量 繼續的沒有上來的話 會降低柯文哲出馬參選的機率 柯文哲出來參選 會對民進黨那個參選人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賴清德 賴清德的機率已經幾乎是低到 所以已經快速的調整 調整到0了嗎 賴老師提醒我要調整 賴清德的機率降低 賴清德的機率降低 上個禮拜坐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你還說有機會 我要喝一口水 有機會 降低 所以現在已經趨近於0了 比較低 應該算是 違和果然調整速度非常快 應該不到10% 但是還沒 你的情勢會變化 如果說蔡英文突然民調 譬如說 如果先用建議當選以後 蔡英文民調掉下來 4月以前也有可能 總之柯文哲在 蔡英文努力打寒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他會被壓制 另外 因為蔡總統他努力的 去打寒的情況之下 也會使得 深綠跟淺綠 甚至是獨派 會有部分的歸對效果 所以說他就這麼年 跟國民黨這樣 擲什麼東西說這樣 義憤填膺 看起來他還是我們的領導人 所以就會歸對 第三個效果就我剛剛講的 萊營四大天皇 是不是被別人化了 這一次朱立倫 他去美國訪問 我知道好像台灣 沒有派媒體跟隨 如果說美國有媒體的話 可以去採訪 經費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記者每個媒體 都有一定的人數 現在大部分的記者都在高雄 所以就沒有跟得去美國 他會徹底 對 高雄台南是一區的 好 再來 剛剛就是秀琳姐問的問題 你打韓是可以有這三個效果 就邊緣化 四大天王 降低柯文哲的參選 也讓深綠 淺綠 歸得很好 但是你再打下去韓國瑜 要是旺道後來 逼我上涼山對不對 好 那就來了 如果韓國瑜 真的被打到最後以後 他沒有參選 賺到了 撞到了 不只撿到槍 撿到黃金 那太好了 萊營四大天皇 畢竟是選總統人 你要說他是大咖 A咖 上四 你把他變成中四了 四大天王不管是誰 最後出來參選 他不是最強 大家心裡認知 都是韓國瑜最強 可是參選人卻不最強 所以大咖還被打成中咖 這是個問題 但如果韓國瑜參選 那又有兩個情況 就是韓國瑜勝跟敗 我們先看 就算韓國瑜勝 民進黨也有一個最壞的打算 韓國瑜勝他總統四年 如果說他當不好的話 至少民進黨再失去政權 他可以四年以後再回來 而且韓國瑜一失敗以後 高雄立刻進行補選 這情況之下的時候 或許陳青派還可以 把高雄再拿回來 拿回大本營 但韓國瑜要是沒勝 那就尷尬了 你落跑跑去選總統 但是你沒有辭掉市長 然後你卻選輸了總統的話 高雄人對你可能會有一些挑剔 對你有一些不理解 韓國瑜下次要再連任高雄市長 就會有的問題 所以打韓真划算 辣檯面撿到槍 這是所看到的有很多的好處 所以這為什麼 農委會也要去講說 我們根本沒有九二公司 可以賣很多 陸委會也要告訴你說 你不要給我亂簽什麼 每天再打壓你 蔡總統也要針對韓國瑜 談話要親自回應 為什麼其他市長他不回應 因為打韓真划算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